大华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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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一个空子去钻 然后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出现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这种所谓的物理攻击啊 就是真的是发生在校园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 美国是非常的严重啊 特别是在高中部的这种情况下 有很多的校园枪击案 那当然这个是根据那当然这个是根据根据美国的有这个持枪法的相关的一些社会问题所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我最近看到很多国内的一些新闻来说的话 现在的很多的家长是完全不敢这样做的 那天我还看了一个香港拍了一个新的比较有意思的短型的这种纪录片里面有一个就是说 寻找三十年前的网红 那什么呢就是三年前可能参加了电视节目去去报道他的一些生活的趣事 有一个小孩就是很小年纪 一年级自己放学回家做饭煮菜 什么都是靠自己 那当再采访他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在的社会 他就说我的小孩我现在是完全不敢的 我必须要去到学校里面 不管工作再忙再怎么样 我一定要是人到学校接着我的小孩手拉手一起回家 这个这个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也是一个非常让人感觉到比较无奈的一个现象 一个一个一个社会就是现在的一个状态 这个这个哪有意思啊 这个非常一点意思都没有非常严重 我想说这个有有意思的就是说 是你会觉得就是科技发达了 不是应该反而会增加我们更大的一个劳动力 你知道吗 对那我们说到这个话题 我们就得聊一下这个在国内接过孩子的时刻 时刻那个在在国内放弃让别人帮你接孩子 或者让孩子自己回家 这肯定没有因为我孩子太小了 必须要孩子三岁 打电话爸我自己回来 没有其实现在国内这块的话 的确因为负面有很多负面的消息出现了 就学校霸凌的事件包括这个拐弯儿童事件 其实全球都有面临这样同样的问题 那对于咱们现在已经是为人父了 其实对于孩子这块跟我们小时候的确有截然的不同 刚上加拉德说的呢 就是小的时候我基本上从小学开始 哪怕是学前班开始都是家长一开始帮忙送一下之后 但是露了之后就是钥匙挖在胸口 然后自己回家 没有想过其他事情 只是偶尔在学校里会广播一下 可能最近有一些这种歹徒啊 抢钱的事件 但是很少听说拐卖而破 但是现在开始陆续续 可能网络也发达 信息比较发达了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到相关的信息 包括学校霸人事件 以前学校可能就是那时候没有互联 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互联网 所以看不到 但我们亲身也接触过就是类似于学校霸凌事件 那这种事情我们看到之后呢 可能就是那个年代 可能真的是不敢去阻止 或者是有太多的去revolve这里面来 但现在其实对于自己 之后呢 我认为孩子在学校里面发生了一切 作为家长来讲 要及时跟学校去沟通 平时要了解说孩子这块 到底在学校里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因为前两天呢 刚好我们学校这块呢 也跟我联系过 跟我沟通一下我的孩子在学校里的一些状况 因为我的小孩呢 刚好从国内回来没多久 英文不是特别好 所以他在那边呢 可能比如说在学校里面交朋友的情况 包括他跟老师沟通的情况 老师会及时的反馈给我 那我可能会第一时间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 我会引导我的孩子到底怎么去 involve这个学校里的班级 跟同学去交流 跟老师去交流 甚至他每一个学校里面 还有自己的一个culture 到底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融入进去 尽可能别让别人 别的孩子去排斥他 那作为家长来讲的话 我们觉得说 孩子如果被别的孩子去排斥的话 那有可能陆陆续续 他的成长的性格会出现问题 甚至到后续的话 可能会遇到学校发生事件 我觉得都有可能 从最基本的源头 我们可以去抓起 加德说的那个事情 那一看就是 他的孩子比我们大 经历的要比我们多 你看刚加德提到几点 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去思考 什么心理上的 生理上的 物理上的攻击 我天哪 我这感觉再出来 就该说话攻击了 但是前两天 我记得我跟加德在聊的时候 他跟我说了一个事情 我觉得还 也蛮值得思考 但是学校突然很重视 学生们在玩的游戏 他说好像温东华 几个学校都同时 就是ban掉了一款游戏 就是说这个游戏不能让孩子玩了 加德你要不要在节目上 给我们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事 因为是这样 因为我小孩呢 他其实还是比较年纪偏小 因为那个时候是 我记得那个游戏风靡的时候 我小孩才二年级 就grade 2 然后呢 他那个游戏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什么 是在于说 他的这个游戏 你胜利以后的一个庆祝的方式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小孩 跳那个中舞 就是你知道 就是那种非常开心的舞蹈 那学校呢 就会觉得说 首先第一个这个游戏里面的是 需要你控制的 你控制的这个游戏人物 去击毙另外的人物 然后呢 击毙完了之后的话 你会呈现一个非常高兴的 庆祝的动作 那这样的话呢 学校就会觉得说 这是潜意诺化的告诉小朋友们 说 是不是有暴力 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是完美的 所以说当时学校就考虑 我们就把这个游戏全部ban掉 因为在这么大的小孩来说 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区分 这是一个虚拟世界 跟现实世界 是有完全不同的东西 是 那你说这种 像游戏类的这种东西啊 好像很多的私校 其实都有明文规定的 就是多少岁以前的小朋友 是禁止玩所有的这种游戏 而且就包括了屏幕的时间 都是要严格控制的 而不是说 就是你知道我们在 很多这种餐厅啊 或者怎么样 我们看到很多年轻的父母 或者咱们这个同样岁数的父母啊 吃饭的时候就是 呱唧一个iPad一个iPhone丢过去 看吧孩子们 哎敞开看 看吧孩子们 对就是 就是感觉能够解放出 这种 这就是两两方面原因啊 第一个就是就是可能就是懒 觉得大人好好吃个饭 你都不要闹了 你这来的还要另外一个 可能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觉得哎看会儿吧 那我也能理解这个事你知道吧 但是有时候你就觉得 这非常不可取 对但是但是你知道就是 像在小一点啊 我觉得 比如说是那种六岁以前的小朋友啊 他们观看的东西呢 还有一个范围 就是说啊 就是大概家长也都知道 我就给你看这些 比如什么Dora 或者说一些什么的卡通片啊 唯一比较担心的就是 他的这个眼睛的伤害 还有就是他对整个这个屏幕的依赖性啊 那你再大一点 像我的小孩的时候 他已经可以去search很多东西了 他可以去search很多的东西了 那这样的话就是 你是不知道他会search到什么的 所以你必须家长要时刻的去盯着这个小孩子 那而且另外一个就是 网络上的诱惑实在是太多太大了 对吧 好看的 好玩的 对吧 然后其他的很多的这些东西 对于小朋友的性力是非常大的 而且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游戏设计 他要求的第一点就是让人有依赖性 你能花越久的时间 对着这款游戏 这款游戏的设计者才叫最成功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你想一想 我们小时候玩的所有的游戏 他都是在重复的机械的一个动革 无非就是攻关 拿枪射 打完以后 然后又开始接着下一局再怎么样 但是你会觉得 你的其实我们那时候小时候玩的心态是会疲惫的 是会觉得 哇塞太无聊了 怎么永远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然后你会选择 那我是不是应该出去跑一跑 或者看看书 或者说去做某些运动 但现在不是啊 现在的游戏 它就是一个 哇塞 完全的虚拟世界跟现实世界的完美结合的桥梁 我那天看见我小孩 还有我们一个朋友Tiger的小孩 他是女生 我儿子是男生 他们玩的游戏是一样的 但就像一个小的社区一样 能聊天 能有不同的类别的游戏在里面 那个真的就是 你要是不叫他们停止 我相信没有几个小孩有自制能力可以 就说我不玩了 嗯 你知道这个这个上面是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而且很多的一些 有这种 就是歹徒心里啊 他们都会去说装作一个小孩 去在网上面去搜怎么样 然后然后搜完以后呢 加下来跟小朋友聊天 你也不知道最后是怎么样的 你知道吧 这个这个上面 所以说为什么说很多学校说禁止小朋友 特别是六年级以下的小孩子 不要去有过多的这种所谓的screen time 因为他们在学校已经足够了 因为学校是学习 对吧那你还有一些作业功课是需要你去看一些纪录片 然后或者说一些这种所谓的 特别是现在疫情啊 online的时间更多 对吧 你这个线上的教育 然后 然后还有些就是你可能做一些作业的时候 也需要到用到这种电脑屏幕 那你已经足够了 为什么还要再增添一些其他的呢 嗯 我觉得听加德这么说 我感觉如果要是我的孩子以后会很沉迷一个网络的一个游戏 或者是每天我经常看到他在房间里面聊天 或者一个游戏里面啊 这种我觉得我可能都会干出来那种 我自己去注册一个号我就加他 我跟他聊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想想就是 思极恐啊这个事情 时刻你的小孩现在 四岁吗 你觉得他现在有开始 这种对对这种 啊游戏啊 或者这种东西有一个需求的开始 嗯 其实你看我不知道 两位平时自己玩不玩游戏 对但其实我本身玩游戏玩的比较少 对所以他偶尔会觉得说啊 我能不能参与到你玩的某些东西里面 或者能不能参与到你看的某些东西 他是你玩的 爸爸看了 你看不了 对他是一个好奇心 但他并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其实我觉得就前段时间 我不是跟我们的老师沟通过吗 他那些就说呢 呃像我的小孩 青年差不多马里该四岁了吗 他最快能找到跟朋友的共同语言的话 那就是看一些大家同时讨论的卡通篇 是 然后那我同时呢 还有他就说你可以带着孩子呢 去图书馆 每周代付图书馆 借几本书 可以把你要看的书拿到学校里 跟大家来分享 老师会在班里面去讲你推荐的书 给其他小朋友 这样会建立这个自己孩子的一个 呃所谓的一个上进心 以及他自豪感 嗯 那对于 刚才杰拉德说的 就是说 呃他的 泰格尔的女儿跟他的儿子同时玩一款游戏 因为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朋友 也在玩一款类似相同的游戏 社区游戏 其实这些游戏是把小孩放到一个社区里面 让他在里面有一个虚拟世界 教朋友去体验生活 或体验其他工作经验的一个 一个一个类型的游戏 那这种说法是很多小朋友在一起玩完之后就有共同女员 但是这个游戏最终能不能达成对孩子有什么正面的一个影响 这也是很重要 其实你看我们小时候 包括你看当时清奇美国的一个作家 他其实在推崇的是什么 吃完就穷爸爸富爸爸 那作者 他推崇的时候孩子玩一些理财性的游戏 对吧 大富翁也好 或者理财性游戏 让孩子从小建立 通过玩一种东西而建立出他对一种行业的热爱 那我其实没有参与过 就像你刚才提到 我可不可以也注册一个账号 看他到底正面玩什么 我觉得其实有必要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说这个游戏里面倒也能给孩子带来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那通过包括看卡通篇其实也是一个概念 其实我们现在回想一下 我们当年看卡通篇里面 包括葫芦娃也好 前两天我还跟我女儿又重新巩固了一下 这个邋遢大王也好 其实我觉得像这些卡通篇 我认为有很多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看还觉得挺过瘾 但现在看起来 其实有些卡通篇其实挺血性暴力 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说 可能孩子在成长光当中 会不会因为这些卡通篇的镜头 而去对某些东西产生了一些依赖 对就是我早就说嘛 葫芦娃这个东西肯定应该是13家至少了 但是你看的时候都是很小 我认为像很多但我觉得在那个年代 因为他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定级的这个系统 就是他就是只是说通过这种方式出现 你像所谓的什么黑猫警长 邋遢大王 就是我们看包括这个齐天大圣 大脑天宫这种的 其实都不适合小朋友看 其实你们仔细想一想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是有暴力反抗 强力镇压 对对吧 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 对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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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一个合理的合法的解决方式 只能通过暴力 今天我就是干 对吧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真的是完全体现了这两句话 你不停地是在 是在是在就是在 所以在你心里 黑猫警长和 和蛊惑仔是一样的 的确是啊 你看吧 就是对吧 一只耳出来对吧 是猫鼠 啪啪啪 然后打三枪 哎呦 耳朵没了 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这个你不觉得这种东西 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 我觉得就是你需要真的家长去 很好的去诱导 但是我同意时刻说的这个 在这个岁数的小朋友呢 他去看某一些的卡通片是可以的 因为所有的小孩 包括我的小孩 他在学校跟朋友的之间的话题 他们聊的最多的就是卡通片游戏 这两个 那为什么这边很多的家长 希望小朋友有一些文体类的爱好 我们会发现 其实这边的小学的课程是非常的松的 他大概你私校是三点以后就放学 公校甚至两点以后就放学了 他把这个大量的时间流出来是干什么的 就是让这些小朋友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 课外啊 或者对 培育一些他们的课外的兴趣爱好 是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话题 也可以让他们很好的去释放一个经历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疫情之前 你会发现周一到周天 所有的下午的时候 每一个操场上面都有一群奔跑的小孩 然后永远所有的父母们都在奔波在 不是这个业余课 就是在那个培训班的路上 我们聊天尽量会发现 哎呦 咱们下午有事吗 没事的话 咱们做一个play date 大家小朋友一起玩一玩 哎呦不行 我还有课对吧 高尔夫然后足球 然后什么瑜伽芭蕾 然后其他的什么陶艺 画画唱歌 然后什么 呃 都是都是事啊 啊 对还有新事业 对吧 口才啊 表演等等这些 那你在大一些的时候 他们就是学校有一些这种课外的活动了 是 家长也是希望的说就是你 去多参与到学校的活动当中 对嗯 其实我觉得去多参与 因为今天我们拉过我们今天的话题哈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我们聊榜上这些游戏也好 或者这些社交平台也好 多多少少会给 为什么我们聊这个 因为这里面存在很大的潜在的风险 就像前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网上的这个 这个新闻 就有一个有一个华裔的男子 然后也通过一些这种网上的游戏或社交平台 然后还把一个13岁的一个女孩约出去 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新闻哈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实例吗 就是说真的是网上有很多这样的危险的人或者因素是存在的 所以其实大家想到校园安全 其实我们会想我们会想到这种physical的 但是其实这种网上的网络的这种无形的这种风险 我觉得存在还是还是挺大的 然后但是加拿大你说 就是我想就是因为对于我们比较对于 就是加拿大的这种教育体系比较了解 我想多说一句的就是说 这边的家委会跟学校之间的沟通 其实话是非常 就是说是大家都很严肃的去对待的 并不是说一个形同虚设 就是家委会很好地去反映一个东西 然后学校也非常的认真的尊重的去对待家长反映的这个问题 而且大家都会比较积极的去一起配合 我觉得这一点是最好的 你会发现有大量的家长去做义工 为什么 其实他们就是想要知道说学校在干什么 我想了解我小孩的一个学习状态 在学校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他们是怎么样的 然后家长融入进去 如果当他们发现某些问题的时候 可以及时的去反馈给学校 这也是为什么说大家有些时候选择学校 说我希望去这个学校 因为这个学校的某一些的价值观 或者说他们认可的一些学校的价值 是非常符合家长们的一个心态的 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对啊 然后前两天我也听说 我有另外一个朋友的学校 他们学校有一个专门有一个心理辅导 是 然后针对从K到12年级的学生都有 如果学生有互相矛盾的发生什么问题了 然后就会马上被拉到这边去做一个心理的建设 或者跟孩子去做一个谈话 我觉得这个都是 可能involve在我们所谓的这个校园安全里面的 这样的话题 所以我觉得其实 本来我们今天是看到的一些消息 是国内的一些负面的新闻 然后我们就想到了这边的校园安全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 就是说不管是在哪里吧 因为小朋友的教育 还是都是我们作为家长最重视的事 也希望呢 很多家长啊 很多这个学校能够听到 像我们这样家长们的一些呼声 可以把校园安全或者网络安全 这方面做得更好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 这个校园安全话题的全部内容 也特别感谢市客家的做客 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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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